大家好 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有一個天文的奇觀 這就是月偏時了 不過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月偏時 因為今天要看月偏時 還真的要碰點運氣 東半部地區 因為有一些雲層的關係 所以月亮 時而被雲縫給遮擋住 但西半部地區 因為月亮才剛升上來 所以因為中央山脈的關係 所以在西部地區的朋友 這個月亮要看到 還真的不容易 因為到了晚上7點鐘以後 月偏時已經逐漸的要結束了 不過說到這月偏時 我可是在我們公司屋頂上的水塔 等了15分鐘的時間 好不容易它露臉30秒鐘的時間 就在這個時間點 是在傍晚的6點35分的時候 我拍到了這樣的一張影像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邊就是太陽的 這地球的陰影 把月亮給吃掉了 這就是月時 因為是月偏時的關係 所以只有局部地區 被地球的陰影給遮擋住 看到了月偏時 再來就要看看天空當中 你會發現到 雲層量在今天明顯的減少 天氣狀況在今天的時候 還不錯 因為最主要 我們的華南雲帶 已經逐漸的離開了 天氣好轉了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看 週休假期跟下個禮拜的天氣 怎麼樣的變化了 先來講週休了 週休假期的中午的高溫 寫個溫度給大家看 禮拜六可以到27 北部地區 南部地區已經到了29 但是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都會到達29度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中部以北早晚的溫度 只有在20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是 早出晚歸的話 騎車要保暖 好天氣 記得好好的安排戶外活動 但是山區的天氣寒冷 前往山區活動的朋友要注意 3000公尺的高度 只有大概在零度多一點點 2000公尺的高度是在10度以下 所以要提醒大家 山區旅遊要去賞風的朋友 穿著方面一定要注意 像今天中午的福壽山農場 也只有17度 晚上的福壽山 大概就只有在10度到8度之間了 天氣形態來說 要特別留意的就在禮拜一了 因為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大約從星期日的深夜開始 封面雲帶通過 北部東部要轉雨 所以這兩個地方會飄雨了 接著溫度的降幅 就在週一的這一天 非常的明顯 從一大早的時候 氣溫在19度 逐漸一路往下降 到了晚上凌晨 深夜以後就剩下14度了 所以在禮拜一這一天的話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中部以北的溫降大 但中部以南的朋友要注意的是 高溫也略降了 而且海邊的陣風偏大了 明顯的海風偏大之下 住在海邊城鎮的朋友要注意了 會下雨只有北部跟東部 中部 南部來說的話 是屬於多雲時勤的天氣 這一股冷空氣預估 就在週一的深夜到週二的清晨 溫度會最低 有多低呢 禮拜二的清晨 北部地區的低溫 在海岸線只有13度的低溫 台北市區的公園路的觀測 台北側站的話是在14度 所以我們還是稱之為 東北季風的增強 禮拜二這一天 要轉為一個乾冷的天氣 雲層量要減少 但你的保暖工作還真的不能少 尤其是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在週一到週二這兩天 都要特別注意 禮拜三的時候 冷空氣開始減弱了 我們的氣溫狀況來說 是早晚的部分比較涼一些些 白天的溫度是緩慢的 開始逐漸的上升 所以在週三 週四 夜晚會有些輻射冷卻 低溫的部分 還有在15度到16度的低溫 到禮拜五溫度上升幅度 就更明顯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雨量圖了 我們從雨量圖上可以看到 在今天一整天下來 整個降雨的狀況 最主要就是迎風面 有些雨 這個雨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風場吹著偏著東北東風進來 華南的水氣 最盛下的一些雲帶冬移之下 而造成了一些零星的降雨 晚上的時候 在東半部地區 會有些降雨機會出現 因為從雷達上面 就可以注意到 外海有些雲層 隨著風向吹著偏東北東風 水氣會接近到陸地 所以相對的今晚 仍然有些局部雨 那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 可以看到 水氣已經逐漸的離開了 明天的話 因為北方的高壓 已經往韓國 日本的方向在移動 我們的風向開始變為 偏東風進來 明天溫度上升 後天溫度上升幅度更明顯 因為會吹著偏東風到東南風 所以在禮拜天的時候 北部地區可以到達了29 南部地區也有到達29度 但從地面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股冷空氣已經釋放完之後 西北地區的冷高壓 正在逐漸的在南下 那我們就用幾個時間點 來看一下 先來注意到 整個雲圖上面 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於說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到了禮拜天的晚上的時候 冷高壓已經逐漸的要下來了 冷空氣的強度 在週日的晚上 已經開始逐漸的要 進入台灣上空 封面帶東移了 而再來就到了禮拜一的時候晚上 你可以看到 整個主高壓快速的下來 冷空氣完全釋放過來 所以在週一的晚上 溫度是最低的 北部地區的低溫會到13度的低溫 要提醒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穿著方面要注意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什麼 看看這週休假期的天氣 會是如何了 先來看禮拜六的各地的溫度 可以注意到溫度形態來說 在晚上的溫度有點涼意 白天的高溫 北部地區可以到26度 新竹苗栗以南已經到27 28 中部地區的日夜溫差 可就是非常的明顯 而到了南部地區的話 就中午暖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 南台灣地區的空氣品質 相對的會比較偏差一些 東台灣地區 早晚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雨 到了外島地區的話 早晚溫度還是比較偏涼 好天氣在六日兩天 接著到了禮拜一 強冷空氣下來 禮拜二的凌晨溫度最低 週三週四氣溫的話 裝慢慢的回升 你可以注意到中部一倍 只有14到13度的低溫 外島的馬祖 在週一晚上的時候 到週二前只有12度 小丁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高山夜晚了 山區旅遊活動穿保暖 還有早晚騎車的朋友 穿著方面也要注意